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兔子的胡萝卜 兔子住在城市里,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自从拥有了一根胡萝卜 他的生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什么时候都抱着他 就连和兔子小姐逛街的时候,他也抱着 他走到哪儿都抱着他 就连和其他兔子去郊游的时候也抱着 冬天到来的时候,兔子收拾了行李 决定到乡下去 一路上,他梦想着依靠泥土和新型的劳动 得到更多的胡萝卜 他觉得兔子的幸福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在树林旁边,他遇到了一个雪人 风静静地吹着 雪人孤独地站在雪地上 他们一起聊天气 聊雪地上的脚印 聊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雪人最想聊的是胡萝卜 因为他没有鼻子 他好想好想拥有一个胡萝卜的鼻子呢 但是雪人没有说出心里的想法 他想或许自己可以拥有其他的鼻子 比如,梅渣鼻,燃烧着的香烟鼻 树枝鼻,红辣椒鼻,瓶盖鼻 还有抱纸卷的鼻子 反正不是胡萝卜鼻子 因为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胡萝卜是兔子最喜爱的东西 快要说再见的时候 兔子发现雪人没有鼻子 他想没有鼻子就不能闻到各种气味 这一定是雪人生活中最遗憾的事情 所以兔子想都没想就把胡萝卜插在了雪人的脸上 雪人还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兔子就像雪球一样滚动着离开了雪地 雪人站在空旷的雪地上 闻着空气弥漫的胡萝卜味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雪人 一只鸟飞累了 停在雪人的胡萝卜鼻子上休息 他们一起聊天气情况 聊雪地上的脚印 聊兔子的胡萝卜 鸟饿了 雪人就让它啄胡萝卜吃 这是多么有营养的胡萝卜呢 对于雪人鼻子上站着一只鸟 是非常幸福的事 而对于鸟站在雪人的胡萝卜鼻子上 同样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呢 春天到来的时候 雪人融化在泥土里 鸟把吃剩的半截胡萝卜鼻子 种在雪人站过的地方 春天到来的时候 没有胡萝卜的兔子 在向下没有事情做 它决定重新回城市生活 兔子经过森林的时候 风仍然静静地吹着 但雪人不见了 兔子有些伤感地擦了擦鼻子 鸟来了 它是来照看胡萝卜苗的 在雪人站过的地方 有一颗绿绿的胡萝卜苗 鸟说 这颗胡萝卜苗是雪人让它照看的 它属于兔子 好了 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鸽子酱 讲绘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鸟儿童本